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进来都不认识了 还有那个从校门口到这里要1.6公里 我还在想到奇怪 什么时候这个学校变成这么大了 这个倒是都不用 奇怪 因为老实讲 我的履历表总共只有两行 第一行叫台大外科医生 第二行叫台北市长 可是台大外科医生 其实我干了27年 所以我当台北市长了不起八年 意思就是说我那个要这个的三倍 所以老实讲 下台北市长回到台大院 觉得蛮习惯的 走来走去都认识了人 所以没有什么心情调试的问题 调试得很棒 我倒觉得这样 人家说思想信仰力量 你的想法会影响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会决定你的一生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因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每天都在做各种决策 那个倒立是什么影响你的决策 其实那就是你的人生观 你的想法 这种算是核心思想 如果要给年轻人演讲 我都最喜欢用这个演讲题 很多啦 像那个心存散恋 敬力而为 这也是有时候 这名言嘛 就是我们也不是要做什么坏事 敬力 另外一个是 有时候认真过每一天 快乐过每一天 其实后面还有一句 如果很困难的话 也要装着快乐过每一天 所以有时候 我给人家写这种题字 我都心存散恋 敬力而为 不然就是那个 认真过每一天 快乐过每一天 是也市长 是也市长 好 这么简单 哇 你这个不像一般的鲨鱼 吃素的鲨鱼 吃素的鲨鱼 我们这个很简单 好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 最后一次的讲者 也就是压走我们 到科目的市长 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了 我们今天很重庆 那院长就到现场 那我们是不是先请院长 帮我们说几句话好不好 好 佳琴也是我们以前 EABA的校长 谢谢大家对 我们科管院这么大的协助 柯市长 柯市长这个八年来 对我们首都的这个奉献 大家是有目光的 是非常的幸福 那他这个在12月25号卸任后的 这种处女的秀 就是他的第一场的这个演讲 并不是给他的名校 是给我们清华大学 是不是 当然这一点 请大家再给柯文哲市长 还有我今天来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像我们这种年纪 有时候都要闲着 父母之命 昨天刚好回去我妈妈那边 我跟她说我今天会跟 柯文哲市长见面 她非常的高兴 所以啊 我就带着我妈妈的这个喜悦啊 来跟这个柯文哲市长见面 对我妈妈85岁 我就要把时间给柯市长 我的了解 市长要讲的是我的人生观 那我想这个 从柯市长这一路以来啊 已经给大家分享 我想应该做的非常精彩 好那我就把这个 这个麦克风交给柯市长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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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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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人你的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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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